好, 又回到我們大懲犯第二個部分了 好, 第一個罪狀 鄧紹磚很僥倖, 我覺得是不成立, 是吧 那來看看第二罪狀, 聽不聽他第二個罪狀 第二大罪狀, 揮霍目睹, 洗腳不抹 靜日二世祖本職 我當然不是, 我覺得怎麼為二世祖 我覺得, 如果你說早上一早上班 晚上下班, 回家看電視那些叫二世祖 那我就是二世祖了 看看怎麼上班, 怎麼下班 是吧 在你眼中, 我坐一輛600萬的車上班 下班可能是正常的 但我來講, 可能覺得很揮霍 二世祖還要上班嗎? 二世祖不是不用做的嗎? 他媽媽逼過二世祖上班 二世祖不是不用做的嗎? 如果我是二世祖的話 現在我進來坐在這裡 已經一早有保姆 爬到這裡, 給我抹汗 不用怕到現在這樣 首先你上班賺錢買花帶 還是回來電視城 看看有甚麼合適的女性對象 認識女生 還是想認識更多朋友 還是怎樣? 我沒有的, 我基本演員而已 沒甚麼人都沒有 其實說到這裡, 我真的想問一件事 你幾歲了? 二十多 到今時今, 其實說了這麼久 我覺得有點懵惰, 我覺得不逃不快 來吧… 你為甚麼,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在這裡為甚麼 你媽媽叫你做這件事, 你不是很喜歡的 就是你逼的時候, 媽媽叫我做 我來到這裡之後, 就發覺 我又想做些甚麼 你經常拿不到一個項目, 就說 究竟你現在在做這件事的演藝事 其實是為甚麼 是為了孝順滿足你的父母 為了自己去榮心 為了自己的理想要演藝的發展 還是你另有理想 只不過現在要花一段時間 令自己媽媽開心 就是這樣, 媽媽, 我用了六年事業 或者十年時間會捕捉你 希望稍後時間, 我將我以後的日子 融為我自己希望的事業 是怎樣的呢? 其實你對人生的態度是甚麼 你的計劃是甚麼呢? 好的 這個問題, 我也想解答了很久了 首先, 我要問一句 你爸爸媽媽現在多少歲? 五十多, 兩個人都五十 我爸爸是七十八歲 我想如果比他盡 起碼最多還有十年左右 你不要亂說話 我估計, 當是二十年, OK? 他在這個短時期 我應不應該盡當兒子的孝順 來滿足他 唯一他需要的希望 我還很年輕 我到四十歲才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每人去履行做孝子言孫的方式 和責任的表現方式是不同的 不知道長哥究竟他 要你去完成他甚麼的志願 我不知道, 從來沒有人說過 究竟他是不是要你成為第二代的紅鱗人 如果是的話 你現在正在履行這件事 去滿足所謂做孝子的責任, 是嗎? 可以這樣說 不是, 可以嗎? 是還是不是? 是 OK 你爸爸給了指令你 請你做一個好的藝人出來 希望在我入生之年 看到你在展藝事業上 有一個好的發展, 是嗎? 是 你正在做所有事都不是自己的意願 亦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當你去接觸一個新環境的時候 你會認識到一群新朋友 當你認識了一群新朋友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會很在乎這一段友情的時候 你會繼續自己掙扎向上來 保持這群朋友的友情 當你脫離這個圈的時候 或者可能你會疏遠了 維持友誼不是用真誠的東西 用時間和上進發奮去紅去維持, 是嗎? 那所有人都會這樣做會努力的 沒有努力, 不如做個廢人 每天在家裡等飯送進口裡吃 那是對自己的前途要付出 你說你要維持朋友的友誼 身為一個青年人, 應該要上進一點 不應該經常游手好閒 有空去卡拉OK 我覺得這樣是很不對的 你曾經生活過這樣的日子嗎? 我曾經生活過沒有 因為我家裡一直都很嚴重的 我想補充一件事 對, 揮霍這個定義是很廣泛的 你們經常說我揮霍在穿衣服方面 但以我事實來說 人一賺錢, 他有自己欲望 他會做自己喜歡的事, 對不對? 我自己方面, 我喜歡移容 我喜歡保持自己 我喜歡穿衣服, 覺得漂亮來穿 我不是每件都是漂亮的 有些衣服我穿出來, 你可能會覺得很漂亮 但其實很多朋友知道 我在普通的地方買 可能八至二百元一件, 幾十元一件都是 其實, 邵專, 為甚麼 前一陣子的報道說你是穿名牌內褲 其實他們怎麼會知道呢? 跟曾智慧拍的那一套… 我忘記了名字了 知道了, 大家知道的 大家知道的 總之就是不停地扔你, 租質你 你們就會很開心 租質完之後, 我們也要清理現場 清理完現場就要清理自己的身體 變成我們, 男衣員就會進入更衣室換衣服 所以有時候不小心被人看到 就是這麼簡單 即是某男衣服 你明知道當時的環境 當晚會弄髒了 你應該穿一些便宜的回來吧 你還穿這麼貴的回來… 他就知道那晚會弄髒了 就是知道有觀眾了 那晚就穿一些名貴的內褲回來 以前那些就是10元單條 我想問一下, 你們說貴的定義 或者名貴的定義是什麼 名牌…是不是就是名牌內衣服很貴 我覺得內衣服貴的也有限 對, 貴的也有限額 對, 有多少錢 不會說幾萬元一條內褲 我想那條都傷了鑽石 真的要穿在外面 或者扯著頭去逛街 可能那些… 那些內衣服… 那些名牌的內衣服 整條褲都是牌子 那些是很崇尚牌子的 反正這樣, 反正反正就是 操辭上有時候可能覺得 一點點不是… 例如說, 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說了, 還沒請我御用大律師 有時候覺得這些事情 會不會是自己不自覺地 做出來而覺得… 有時候別人的說話 也可以揮霍無道 每天才言言舉止上… 會否每天才言言舉止 令人覺得自己暴露了自己 是天之嬌子的原因 其實不是的 這些可以說是… 是阿兆磚的好命 為甚麼呢? 他生了一個很好的家庭 有很多事情照顧到他 他一來已經是這樣的 甚麼都有了, 對不對? 王喜 在這裡 是 你現在說這麼多說話 你只是想出位而已 你是不是屬於你的說話 都是揮霍無道呢? 現在我說的一件事就是… 有時候措辭上面的選擇 都會令人覺得… 這個人是… 旁若無人, 為我獨尊 還是一個很謙恭 一個很堪慕的人 好, 這點由我補答給你 最初和我拍攝的藝人 包括李在女主動官 他都會覺得… 這是二世祖, 不知道脾氣如何 過了兩個月才會跟我說 原來你這個人也不錯 我最初以為你是二世祖的… 為甚麼他會有這種說話說呢? 證明我做人 可以對得到朋友 說話很謙虛的 你說是嗎? 只是回答是還是不是? 因為我已經被你感染到我 我也想去穿一下名牌 我也想走你的路 其實…少珠 你今天身上穿的值多少錢? 我今天總值不超過三千元 我覺得穿名牌 但是每個人都沒有了 我的兒女都扭我買名牌穿的 父母一定是我自己的兒女 如果我自己花得起, 一定是買給她的 不如這樣吧 我們現在就看看觀眾的投票 投票, 好嗎? 他不是揮霍無盜, 洗腳不抹 不是二世祖本職的 請你們在我三下之內 就叫鄧少專的名字大聲吧 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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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 如果認為鄧少占的臭小子 也是二世祖的 就叫歐陽振華的名字吧 好 歐陽振華 26.4 升還是降? 你降 時尊升一級 時尊升 不要 你不想平反倒 我想是濕緊的 我們馬上看第三大罪狀 我們先看看片段 第三大罪狀 持著有父母撐腰 工作態度散漫, 經常遲到 每一個藝人都會遲到過 因為當你… 譬如說兩組或三組的時候 你的睡眠或休息時間 只有一個小時或沒有的話 你的時候也會有點遲到的情願出現 但視乎你遲到的情況 因為你遲了兩次的話 不是甚麼大問題 每個人都會遲的 那倒是 你有誰坐在座會說自己沒有遲到過 但為甚麼偏偏是針對你來說 每個人都可以說的 因為我人少兼責 沒有人欺負就欺負我 所以你就說我 好… 遲到他有, 他就不遲 一遲就遲兩、三小時了 所以你一個月就… 通常一劑, 平時就不會遲 那你說算不算遲,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覺得這些是值得理解的 因為有時候你拍攝 真的幾十個小時沒有睡 然後你睡著了, 遲了兩、三小時 這樣說回去… 屁路過渡 對, 我覺得有這種情況 做這行, 遲一、兩小時 很多情形下都會發生 但你遲到之前 你跟以下的工作對手說一聲 或者你真的不夠睡 合得兩、三小時 大家一起遲 這樣就好 好過只有你一個遲 其他人準時回去 真的不值得吧 那就很不值得了 觀眾方面 對這件事, 你們有沒有意見? 那你有沒有特意扮大牌 而孫燈遲到呢? 鄧紹川那種呢? 他回來會說 不好意思, 我生病了… 那不是扮大牌遲到 他起碼要解釋 是 如果真的大牌遲到 那些不會說話的 我們也有 趕時間 大牌也辦完那些 你怎麼這麼說? 這件事真的很吵架 這件事就是… 占蘇, 真的很緊張 這件事… 究竟小卒第三項 罪狀成不成立 我想廣告回來才可以知道 是, 話上節奏 好, 待會見 好, 又回到大平反的現場了 好緊張 立刻知道 小卒第三大罪狀成不成立 好, 如果你們支持鄧紹川 又是大喊三聲 3.4.3… 31.3 好, 如果他認為 他罪名成立的歐陽振華 歐陽振華… 29.8的 又下一次 好了,現在緊張時刻了 我看我們五位現場的裁判 會審團,不成立 第二位,不成立 第三位不成立 第四位不成立 第二位不成立 有個鼻子跌落水 不要… 我下水可以,沒問題 已經內定了 我要升,她已經高了,升吧 好,慢慢下水了 預備 表珠,麻煩你 現在你說一下你現在的心情是怎樣 你雖然坐得這麼高 感受了 是… 能否平反得開心? 開心… 起碼現在人們都知道我的心態是怎樣 詹嫂娃娃 我們就要選出最出位的觀眾了 我們經過幾番研討 都認為這個小朋友應該是得到的 不過… 為何要介紹禮呢? 我們就不可以把現金獎 給任何低於18歲 即是未夠18歲的觀眾 那我們決定把這個獎 轉送給他媽媽 恭喜你,可以得到現金獎三千元 而作作的各位現場觀眾 也可以得到IDA專業美髮系列 假如各位觀眾希望拿到入場券 請你寫信來清清彩電視城 BARFIT新世界大平反節目支持人收 好,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超主 BARFIT新世界大平反節目支持人收 好,謝謝超主